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視察高雄展覽館 兒童疫苗接種戰史宣布 將免費提供110學年度在學的高中 國中國小還有五專前三年的學生 每人每份四季家用抗原快篩試劑 預計在下週一也就是六號的時候 會直接配送到學校 讓學生到校領取 今年的應屆畢業生同樣也可以領 高中以下一人分四季的快篩季 來到高雄視察兒童疫苗接種情況 行政院長蘇貞昌加碼宣布 要對高中以下學生免費發四季快篩 對家長來說當然是好消息 可以啊 有啊 可以可以 有啊 有啊 因為如果說沒有的話 我們基本上還是要自費去購買 對 那如果有的話當然是比較好這樣子 其實現在快篩說貴不貴 說便宜不便宜 可是我覺得多少啦 多少有減輕一點 包括國小 國中 高中 還有五專前三年的學生 只要110學年度還在學 就可以領到免費的四季快篩四季 預計從6月6號開始配送到各學校 只要學生回到學校上實體課的時候 就能領到 有別於0到6歲送快篩 要拿健保卡到藥局領 這次直接配送到學校 替家長省去排隊的麻煩 除了篩檢 讓小朋友趕快打疫苗 更重要 妹妹幫我數1 2 3 我們就結束 你負責數喔 因為學校排的注射時間在下禮拜 我想說這邊可以先打 就先過來比較放心 端午連假第一天 爸媽們趕緊帶著家中寶貝來打疫苗 大型接種站各出幾招 台南送氣球 高雄佈置好多娃娃 想方設法要哄小朋友 乖乖打針 民眾能夠帶小朋友來施打 受到很熱烈的歡迎 中南部的兒童疫苗打氣強強棍 就盼競速提高 接種率讓孩子都能擁有疫苗 保護力